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马上来关心一下 昨天林长佐跟黄杰同台来直播 而讲到了陈柏惟 两个人竟然都这样子纷纷说 看到陈柏惟这样觉得是一种被欺负的感觉 两个人都说当天都哭了 我们先来听一下 柏惟讲了一句话我很心酸 他就说 老实说也是有欺负欺负的感觉 就是啊 完全我们在旁边看都看不下去 好不好 他一讲说他真的觉得也是有被欺负的感觉 但后面已经觉得已经太没格了 就是完全是用小人的方式在对付君子 我们要怎么防啊 好 所以他们都讲说就是对于陈柏惟这样被欺负 好像很不舍啦 他们都是站在同一阵线 都是认真的年轻人都是想要做事 其实他真的是要为陈柏惟而难过吗 更多的大家的怀疑是觉得说他是要为自己赶快 就说我们都是这个年轻人我们都认真在做事 其实是担心自己的未来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怎么说 他说星期一看到陈柏惟要安慰他 拍拍他我自己眼泪就先掉下来了啦 然后甚至他还讲说他接到自由时报的电话的访问 还哽咽但是他忍住他没有哭 但是因为他后来就哭得不得了了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接受任何的访问了 只是也有人看说你们这样子谈笑风生的感觉 好像不是真的那么的悲痛跟那种难过 是不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大家自己去品味一下 还有这个黄杰他也说我在旁边都看不下去 因为就是有人用那种小人的方式来对待君子 反正我们通通都是要被罢免的人 好像有种同病相连同温层取暖的感觉 但是林长佐现在当然是有一种危机意识 在这个万华这边开始发起这样子的传单 我们也有捡到一张 就是说公民评鉴全国第一名的立委 然后我们就在他们的粉丝团看到 这样子的传单的下场到底是怎么样子 就在我们的画面的右下方这一块 都被大家揉一揉就丢到垃圾桶去了 显然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最认真的立委 自己这样子发传单来行销 好像不是太买账 所以大家当然都还记忆犹新 你之前是怎么样子对待万华的 可是你这当大家是失忆症吗 像是他去友台的节目上面 他去上三立的节目 他称就是夸口了两件事情 大家听完可能都傻眼 第一件事情是说 我是第一时间呛石重梁的 这大家可惊奇了吧 因为那时候石重梁讲说万华是破口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闷不吭声 所以那时候来营的人 或者是一些民众万华的居民 非常的生气说 为什么你没有替万华来发声 他时空一转换之后 当大家通通忘记 他就说我是第一时间呛石重梁的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傻眼 大家就开始翻出来 你过去是怎么讲的 你是在讲说 那个国民党的质询 没有脉络化 无助检讨防疫 是污名助长污名化万华 反过来检讨蓝营 那时候其实很多网友 真是看不下去 就这样去喷他 去骂他 就说你真的是很会转移注意力 转移焦点 这时候你还马维拉 还蓝维拉 所以大家当然是看在眼里 包含了这个林长佐 这个当时的放送事故 这个自治会长林胜东 他也是呛他 就说你回去唱歌 所以不光是这件事情 另一件事情 他在节目上面又夸口 他说我是中央跟地方的窗口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林胜东在去后来 接受了这一个广播节目的专访的时候 他说真的是看到鬼 因为那时候请他帮忙争取疫苗的时候 林长佐根本就没有争取 但是他在节目上怎么说 所有环南市场有关的东西 只要是中央都是透过我 那为什么没有争取疫苗 还被这一个林胜东 给直接给怒呛 那他到底有没有在做沟通的事情 他到底有没有让大家知道说 他要做什么事情 恐怕他们都没有感受到 环南市场的人都没有感受到 当时大家记者问 这一个林长佐的时候 林长佐说 有啊 我有做事啊 我做了很多影片 放在我的Facebook上面 放Facebook上面就代表你有做事 你只是做影片而已吧 然后记者就把同样问题 再拿回去问东哥 东哥说你有看到影片吗 说有做很多影片在争取疫苗 然后东哥的回答是什么 什么影片你有看到吗 就没有啊 就是东哥自己也不晓得嘛 哪有你自己放到脸书上面 民众就要感觉你有做事的道理 更扯的是什么 讲到了林长佐闪兵的事情 他也是很会推脱 他怎么讲呢 他说没有服兵役 他就讲说 萧美琴 吕孙玲 他们也没有当兵 人家是女性 女性你也在那边扯进来 在那天替你拉来当垫背 所以这样的林长佐 这样的这个委员 你现在是不是没有自己的政绩好说了 所以只好在那边又开始装可怜 就说我们年轻人 就不应该这样被欺负 这个宅宣 我要跟你报告 也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 因为这个陈伯也罢免罢免案前 跟罢免案后 他是两个不同的状况 在罢免案前 来 那个导播拜托一下 罢免案之前 这个人是这样讲的 抗中不一定保台 这个人讲的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这应该不是黄姐 这应该是高嘉瑜 他上个礼拜讲的 抗中不一定保台 我真的给他非常 因为一个民进党立委敢讲这个话 就有被开除党籍的准备 那是陈伯威罢免案之前 翟轩我跟你解释 陈伯威罢免案 因为陈伯威被罢免 绿营就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 谁是战犯 谁要为陈伯威罢免负责 当然国民党一定会被骂 绿营里面也在里面找敌人 找敌人就是他 所以高嘉瑜就被围剿 就说你干嘛 你要讲什么 所以高嘉瑜的立场会改变是 他刚刚为什么讲那些 违行之论 我没有违行 我爱民进党 你爱民进党才怪 你是在利用民进党 所以你看他上个礼拜讲 他跟刚刚讲都不一样 哪有不一样 我从头到尾立场都是一致 我们要看清楚这种人 是个坚持 一个政客的嘴脸 我们来看这两个政客 昨天开直播 因为他们有开预告 所以我也去看了重播 那他跟3Q都是他自己爆料的 所以他们在立法院 是两个都哭了 但是我们其实记者是没有拍到 我们拍到的时候 就是他们两个人要就哭完了 这个要特别跟大家做说明 那黄杰讲这个 用这个小人的方式来对付 谁是君子呢 君子应该讲的是这个 今天陈伯伟是在立法院 最后一次的咨询 我特别跟观众朋友报告 他最后一次的咨询 什么都没有咨询到 他跟国防部的官员说 你们都不用回答 他就自己在那边独白 废话讲一大堆 然后就结束了 就没办法 这个讲不出个所以然 黄杰说对方就是小人 这个就讲的 就是直接去骂这个 罢免陈伯伟的 这个7万7千多票 那谁是小人 他觉得很可怜 很辛苦 所以没有罢免黄杰成功 我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 非常的遗憾 他说到底做错什么事情 为什么这么衰 他觉得他自己很委屈 这个我直接讲重点 我跟各位讲这个林长佐 这林长佐他的辩解 他说3加11跟万华的疫情 没有办法确认关联 那万华的疫情 万华活动时万华差异馆 这些都是当时指挥中心的 专有名词 万华活动时跟万华差异馆 都是指挥中心讲 都不是我讲的 然后万华是不是破口 是卫福部的次长讲的 健保卡被注记是指挥中心弄的 万华的细胞简讯 是中央发的细胞简讯 那万华病毒是3D讲的 万华快筛站是台北市政府设的 万华血清抗体准备要凑五千人 万华怎么了 我刚刚讲的这么多万华的事情 万华怎么了 万华怎么了 那你是万华唯一的立委 你做了什么 你在昨天49分钟的直播你有讲清楚吗 你只是告诉我说你做很多事情 我看不出来你做了什么 我不断在干嘛 你真记忆 他讲这个很奇怪 他一个澄清的我要放大 他说我妈不在北京 他做特别澄清你妈不在北京 那是在南京还是在天津 你说你妈不在北京还是不在大陆 林昌座你在耍什么嘴皮 你说你妈不在北京 我管你妈在哪里 你妈有没有在大陆赚钱 不是一句话就讲完 你说说没有我就认 你为什么不能很明确告诉大家 我妈妈没有在大陆赚钱 那我就不在这里 怎么叫做你妈不在北京 你连这个都不敢讲吗 大陆这么大北上广深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里 怎么会用这种 这么轻蔑的态度在回答 大家对你的这个质疑 有一个部分我也看不懂 要请翟宣跟高家瑜教导我 我真的看不懂 林昌座说我住在自己的选区 但是我不能跟你讲说 我住哪一里 为什么 高家瑜你住内湖南港哪一里 不能讲 我不太懂 他说我不能告诉你我住哪一里 你就住中正万华哪一里 难道我会去敲你家的门吗 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之前有人说 这质疑林昌座说 你没有住在中正万华 那你现在说你住在中正万华 那他说我不能告诉你有住哪一里 你家是豪宅还是 你家有什么东西 我真的觉得 没关系 因为林昌座他昨天有预告 他每个礼拜都要开一次直播 下礼拜的来宾都约好了 是赖品瑜 没关系 我们就看 他今天上晚很有把握 他认为他不会被罢免 没关系 林昌座因为不是今天投票 你今天呛你不会被罢免 等到罢免那天就知道了 林昌座说 其实看到陈柏惟被罢免 他是当下看到柏惟的时候 忍不住眼泪就掉下来 所以我们就找出了那一天的照片 其实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眼泪 他就只是拍了一下陈柏惟 那已经哭完了 那时候已经是哭完了吗 这已经哭完了 对 所以其实林昌座 常常讲话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怎么之前讲的跟后来讲的 让大家已经开始对你不信任了 就连你哭大家都会觉得说 真的有哭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过去林昌座到底说些什么话 这一波的疫情破口是妄华 我想这对我们妄华的人来讲是非常的不公平 绝对不能接受 所以昨天第一时间我也公开发文 并且直接打电话给石次长 表达我的抗议 特定的政治人物他希望能够猎屋 希望能够把疫情简化 来去描述这个疫情的原由 我想这个有他们的政治目的 但是类似像这个石次长这样子的讲话 反而去助长了这种歪风 平常所说疫苗是他争取的这不是真的 你看到很久了 很久了 他政府是这样 人家传到 从政府就说是在打他 他在后面在收招的 我们其实有这个做相关的这些影片 那相关的这些 这些这些过去一个将近两个月以来 我们做了哪一些事情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网路上面 不管图文影片其实都非常清楚 什么影片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的影片吗 就是因为我是万华的立委 不能接受石崇良次长讲的说 万华之前没办法追溯 如果你是跟着那一些风向 在那里讲说 不追究三加十一 就是这个害万华污名的话 你这个就是在帮助万华污名 因为病毒很清楚 是从中国武汉出来 所以其实常常林长佐讲的话 不能追究三加十一 然后来要不要追究三加十一 他自己又签名说 就不要追究三加十一 所以就是变来变去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林长佐 真的你现在只剩下这最后一张牌 就是不要欺负你 不要大欺小以及抗中保台吗 当然我觉得林长佐 他是面对问题 就是说过去大家对他的质疑 包括万华的这些问题 那他用开直播的方式 其实直播有很多人留言 他也可以回答 也就是说直接去面对大家的质疑 这一点是很好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林长佐或是陈柏威 或是王浩宇 其实状况都不太一样 那这一次尤其是林长佐 国民党其实并还没有对这件事情 包括朱立伦 并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发表意见 在陈柏威罢名的时候 朱立伦是非常明确 就是针对陈柏威 说绝对这个要全党一起动员 然后要罢免陈柏威 可是到目前为止 好像没看到国民党的动作 那林长佐他在中正万华 我也特别在讲说 他也是一个连任的立委 就是说他能够连任 一定有一定的基础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林长佐其实他也一直在修补 就是说在这段期间里面 从上次海南市场事件之后 在地方上的经营 或者是说在基层上的这些努力 他不断的也有透过脸书 或是其他的方式让大家知道 所以多多少少对他的批评声音 会慢慢的减少 那他也看到了包括陈柏威 或是其他人被攻击的地方 我相信他在质询上的专业 也比较少被质疑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相对之下 罢免这个林长佐的声音 或是力度其实是想满多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林长佐他就是 每个礼拜用直播 其实他一直也都有在直播 那 有乱讲了 有 他都有在直播 林长佐昨天他连按哪里都知道 他昨天自己讲说 我很久没直播了 但他之前 根本就没看 立刻就穿帮 不是 林长佐自己讲说 我很久没直播 他都经常在直播 他之前都有在直播 要认真 没啦 他都有在直播 你自己回去看传播 他近常都有直播 他昨天才讲说 我很久没直播了 你还要坐 很久我不知道是多久 但是他之前都有直播 这是事实 之前也曾经有要找过我直播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之前也有在直播 那我觉得说 你也像之前在直播 现在政治人物 或者是很多名嘴的 也是会用直播 跟大家就是告白 保险情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常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 对 那当然就是说 现在大家会找一些 攻击林长佐的点 就是包括说 是不是当过兵 或是等等的这些 这些其实过去也都被质疑过 也就是说也不是什么新的议题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还是用他的行动 证明他对台湾 或者是对于 他坚持台独理念等等的 这些的作为 所以我觉得说 就这个部分 他的理念原则一致 他最近还有什么台独 坚持的作为 就是他在 就是在国会质询的时候 其他国防外交委员会 我相信就是他在相关的质询上 都可以看出他的态度 但是你说他对台独的作为 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作为 他就是坚持他捍卫台湾 主权独立这样的立场就可以了 放上去他的这个专访说 中国是什么台北 但是当我们 那是之前的事不是现在的事吗 对 但现在当我们去参赛的时候 他也没有再坚持说 不可以再用中华台北 就是他反而立场没有 那么像以前那么鲜明 所以我才说 他现在还有这么明显的台独作为吗 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主持人的意思是 希望说从头到尾 他就是要反对中国台北 然后每天去质疑这件事情吗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理念跟价值 他在他的演唱会上 以一个摇滚歌手的身份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表述 其实那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表演的一部分 就是在舞台 我是说舞台上 舞台上就是说他用彰化 表演的一部分 因为他有用彰化 但是他不可能在台独是表演的一部分 他不可能在立法院 用直询的时候 去讲那样子的一个张话 然后说什么FU 什么台北 不是他如果现在是立委身份 他可以更反对这件事 但是他在立法院 他可能用他的直询预算 或其他方式来表示说 他对台湾主权 或是台湾这个独立的信念的坚持 这个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这部分就是 他是行使立委的职权 他的原则里面一致 但在舞台上就是一个表演 我的意思是这样 那从头到尾就是说 林长佐的身份其实就是这样 他的理念也非常的一致 我觉得这点是没有人 会去质疑他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